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直接去獲得的 那譬如說個案就有這些 焦慮啊 生氣啊 然後呢 人氣關係不佳 可以先把它列出來 幫助我們去知道到底個案是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把它先寫出來 然後呢 看看有沒有他的診斷 如果他轉介來的時候沒有 沒有負這個診斷的話 您可以試著去幫他評估 去做一個 那這個 這個會談呢 這樣的一個診斷 其實有一部分是為了幫助你知道到底個案現在的情況 假如個案是譬如說你評估起來 他可能有一些嚴重的這個 性格的障礙 那 你可能就要考慮當你在跟他互動的時候 這些 所引發的那些 或者是互動的時候的一些用詞 是否應該要調整 可能都要注意 那跟他之間的這個保持的這些方式 或距離的話可能都要考慮 所以 當我們有這些性格上的這個 當你覺得你懷疑他有些性格診斷的時候 或者是 你覺得他有一些精神症狀 或者是精神疾病的時候 比如說像嚴重的精神分裂症這樣的時候 可能您在這個會談上面就要考慮 當他當你要跟他做這個治療的時候 可能要思考是不是應該要加上這個藥物的輔助 或者是適當的轉接他去接受另外一個幫忙 這樣 那 當個案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他合併在就是 所以他的這個焦慮啊 生氣啊 人際關係的這些部分 會不會跟我們剛剛看到這些診斷 有一些密切的關聯性 好 是不是因為這些診斷 而造成他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那這個就是我們 要把它連在一起的 比如說 抑鬱所引發這些工作的動機 有可能 那或者是說 剛剛我們講這些 那些人際這個性格的障礙呢 會也會造成他人際上的緊張或衝突 所以 這個是第三步 我們要去這個 跟個案去做一些討論 跟這個 自己要去推論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在做這個 概念化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在做一個推論的練習 那各位就 可能就要考驗各位老師們 各位諮詢師們 各位諮詢師們 這個 這個推理的能力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幫他去做這個 認知的這個 模式的 構念化 好 那我們就會 試著請您呢 幫他找到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些資料 好 那這邊就包含了 就是一個核心的心念 不過通常一開始可能 不確定能夠問得到 問不到 那 如果您在第一次 好 跟個案在做會談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他 早期的這個經驗了 比如說跟這個 這個父母的相處 出生的情形 你呢 父母態度啊 主要是問的是那個 就是教養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問個案說 那您跟您的父母親 他怎麼管教您呢 是比較開放呢 還是比較 嚴肅的 那通常就是 譬如說 個案就會告訴您說 我的爸爸媽媽 一個是半黑臉 一個是半白臉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 大家知道他們怎麼 去管教孩子 當遇到這個狀況是什麼時候 或是不一致 有些父母親呢 常常會是 打完了孩子之後呢 又覺得懊惱的時候 就會給孩子很多的補償 那對於孩子來說 他可能搞不清楚 到底爸爸媽媽是 愛他還是 就是對他生氣 所以 父母的教養態度 也是一個早期經驗很重要的 那甚至呢 他有沒有一些 創傷 他有沒有一些創傷 那這個創傷的經驗 也是我們會 需要問到的 像 他有沒有可能 被有一些 早期而虐的這個狀況 就是虐待 雖然說我們 這個 常常會覺得說 這個孩子不打不成器 但是 其實 有些時候 我們對孩子的管教 當 如果這個打的方式 有點過度的時候 其實就會對孩子造成很大的這種 創傷 那有時候不是只有打 可能 態度上的這個反應 會讓孩子覺得 是有創傷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對孩子刻意的忽略 有很多家長 有一些家長 也不是說 有一些家長呢 他們對於孩子 當他做錯事情的時候 當孩子想要跟家長去說道歉的時候 家長會對個案 對孩子 有比較多的這個忽略 然後 對於孩子這個親近 因為孩子們其實 他們做錯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去想跟這個父母親去抱抱 或是親近的時候 父母親會把孩子推開來 好 那這種 經驗其實對於個案來說 或者是對早期的孩子來說 其實 他們都會覺得是一種 創傷的反應 因為 對孩子來講 他 在很需要這種依附的經驗下 他們的依附關係 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感情的連結 可是如果今天 當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甚至到了這個 至少在國小的這個期間裡 這個國小之前的這個狀態下 可能父母親沒有辦法跟孩子有比較好的依附或連結的時候 對孩子來說 他是 會讓他覺得自己是 失落 然後被遺棄的感受 那 這個可能就會讓他變成一種 產生一種核心的信念 好 所以我們會讓 我們去問個案就是 你覺得你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 從小到大 那有些個案就會說 我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的爸爸媽媽為了工作 常常很晚才回來 那自己一個人就要自己 比如說 處理三餐啊 然後 還要負責這個 甚至還有個案告訴我們說 他還要幫忙就是 負責爸爸媽媽工作回來的時候的這些 這個 食物 所以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這些經驗就會 讓個案就是 產生出一些自己對自己的一些核心信念 包含了對於自己 跟對他人 所以他可能覺得說 可能對這個個案來講 他也覺得 其實 這樣 可能對 我是一個 可能在當我跟講那個經驗裡面 生長出來的孩子 他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獨立 而且不能依靠別人的人 那別人呢 都需要我來照顧 好 他可能就衍生這樣的一個信念 那 他會帶著這個信念呢 去跟 他的 長大之後 跟所有的人成績互動 所以可想而知 這個孩子在長大之後 可能就會很多時候 會傾向去 討好啊 然後做很多事情 去讓別人覺得舒服 那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個孩子長大是辛苦的 好 那 所以當他 這個 我們知道他這次長期經驗 然後也知道核心信念之後 我們就來收集他的這個 終界的信念 那 終界信念其實我們之後 都一直不斷的跟各位會提醒 所謂終界信念就是 你他的價值觀 好 還有你的假設 其實人生當中啊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對不對 跟態度 比如說 各位你們覺得 人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 好 那這就是一個 態度跟價值觀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 你覺得 嗯 當我們這個 遇到這個 挫折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自己去 尋求幫忙呢 還是要自己獨立解決 那這都是價值觀 那 假設的部分 就會是說 欸 這個 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認為它是怎麼產生的 你的假定是什麼 這都是我們 生活當中一定會有的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人如果 突然間不理你的 那 你的假設會是說 欸 他可能有事情在忙 還是你會假設說 他 嗯 他是故意的 好 所以這些就是 終界信念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個案 對於生活上面的表現 來做一個 推論 那再來就是 這個自動化想法 那 這個自動化想法呢 就會 開始去 從這個生活上面去 收集 或者是當他跟你相處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這個 累積或收集 所以 嗯 我們會 在第三 第四步驟的時候 就會把這些資料 試著去整合 所以大家 就會覺得 其實 當諮詢師 或當心理師 常常會是 很像那個 嗯 福爾摩斯在 辦案一樣 就是 你會去思考 就是 把這些資料 收集起來之後 到底這個 這個案情是怎麼發生的 那 所以常常我們會在這種 過程當中去 練習 去做推論 那當您收到這些資料之後 最後就要形成一個 假設 那你覺得 在這個 這個結果當中 這個 這些資料裡面 你會怎麼成為一個 故事 好 這個故事呢 是讓你可以足以解釋 就是 為什麼個案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不舒服 或者是 他來找你的這些狀況的產生 好 那 這個故事就要言之有理啦 就是來自於你這些資料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在這邊 可能有些部分是不齊全的 可能在這個假設上面 就會比較 沒辦法去完整的 這個 說明 那各位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其實這種假設跟這個描述呢 他不會是固定的 可能你一開始會認為 這個個案看起來是很衝動的個案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假設就是 他可能 因為他的這個疾病的關係造成他是衝動的 然後又加上他有這些 價值觀或態度影響的 可是當你有一次跟他在做這個會談的時候發現 不是耶 其實他的假設 他這個衝動的背後呢 是因為他想要這個 是一次偶發的情形 其實個案反而是比較是壓抑的 那你就會重新再去修訂你對這個個案的假設 所以我們每一次在跟這個 做這個諮詢或做這個會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抱持著比較開放的這個態度去思考 個案到底他的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說 收集到這些資料之後 那我們就會去想 那怎麼樣幫助他去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他做什麼樣 他是怎麼樣這個在生活上面影響的或落實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參考這樣的一個步驟 去做這個一個概念化的一個推論跟評估 所以你就知道要形成一個對一個人的了解多麼困難了 這個所謂的這個一樣200種人 好 那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列出清單的部分 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那當你要把這個訊息放進去的時候呢 你要跟這個個案去做這個讓他個案同意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訊息呢 通常都會請個案先寫 讓個案先寫下來 然後呢 你再跟個案去補充或者是增加 那像這個個案他就提到就是他的這個問題呢 就是跟同事發生爭執啊 然後跟這個家人發生衝突 工作壓力大 這是他所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好 所以 再回到就是剛剛一直提到就是 其實從之前到現在我們都不斷在講 就是認知行為治療裡面 很多時候 我們都希望個案可以積極的參與 所以 如果你 一直都是一個主導者的話 其實對個案來說 會讓他沒有辦法去控制這個會議的 這個會談的這個進行 所以 一開始我們會邀請個案就是把 這些 他所遇到這些困境 慢慢把它給寫下來 那如果個案一開始想不到那麼多怎麼辦 他可能 只想到一件而已 那 您怎麼處理呢 通常是這樣 就是 我們會 這個當個案寫完之後 心理師會再跟個案就是做引導 那 這個 之前跟您談的時候好像也提到 你好像也會跟家人有些方生衝突 那 心理師 心理師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這樣算一個困擾 好 那個案如果說 也還好啦 其實 就是 吵架 吵完之後又是一家人 那 這個就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 可是如果個案說 這個 吵完之後呢 我覺得好像每次都很難去 有種越野越烈的趨勢 那 那可能個案就會 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你的這個問題 好 那 讓個案可以同一言 個案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狀況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個案 如果個案他 覺得不是 可是 治療師 覺得自己 心裡面他是怪怪的 嗯 好像 比如說最最常有就是這個 人際關係的部分 欸 比如說我們 我們有些時候 問到個案他的這個 親密關係時的時候 那個案就說 欸 他可能 常常換 換伴侶 那 這個 換伴侶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 這個 對方呢 不滿意 然後主動提出 這個分開來這樣子 可是 那種你問個案說 欸那你覺得這個 是不是一個困難 他說沒關係啊 我再找就好 那 可能我們在我們的心裡面 可能就要先有一個底就是 可能 這個就是個案的另外一個議題 因為 對我們來講 其實一個親密關係的變化 特別是常常都是被對方 就是相處的時候 常常會對對方這樣子 拒絕的話 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的 一些 嗯 我們會認為有一些假設啦 所以 心裡是可以在這邊 就是誇呼 自己再加一個 然後 可能自己 先 先不寫出來 可是你可以想 可能接下來可能就是這個問題 這樣子 好 那 在列完清單之後呢 好 像 這個 我們就試著要把這個 自動化想法放進來 比如說 開始會跟這個認知去做連結 比如說這個 戈愛他說 跟同事發生爭執的時候 他的自動化想法就是 同事都不願意幫忙 好 所以 在這個 概念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跟個案去 收集他的這個 這個事件 所背後所產生的這些 自動化想法 可是各位可能要先了解到就是 他的這個 同樣這個事件裡面啊 那 那 他會有 可能不會只有收集到 只有一樣的一個 只有一個 單一的這個 自動化想法 你可能會收集到好幾個 好 所以呢 你盡盡可能把你所收集到的這些 都列出來 都列出來 好 你可能就是如果 每一個事件裡面 他都會有不一樣的這些 信念的時候 你就把它通通列出來 也不用 因為這是例子啊 他不可能只有一個 所以你就把它盡可能把它列出來 然後試著去 我們後面會教各位 就是不一樣的自動化想法 他的類型是什麼 所以試著把它給這個 把類型 自動化想法的這個類型 去區分開來 那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 為什麼 戈安在這個時候呢 有所謂的 個人化的想法 在這個時候 會有一些 災難化的念頭跑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去思考 那到底他 背後這些 核心的議題是什麼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 他是發生爭執嘛 所以都不願意幫忙 那 再來就是 第二個事件 就是跟家人發生衝突 那他認為我的家人 都一點都不了解我 第三個事 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他的自動化想法 是老闆都不知道 我有多累 那 各位可以從這個 三個這個 自動化想法裡面 大概可以歸納出 看到一點點的小端 也就是 好像 他人 這個個案裡面 這個個案裡面呢 好像 覺得別人跟自己之間的 那個心理的距離 其實是 滿遠的 然後自己是 都不被了解的 這邊不願意幫忙 然後呢 不知道有多累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 去 做一些簡單的思考 就是 可能這個個案的心裡面 其實常常覺得自己 不被 重視啊 不被了解 這樣子 那 帶著這樣的一個 一個想法呢 我們就可以往下看 好 那 有沒有什麼共通點 好 那 這個可以幫我們去找出 他的核心心念 剛才我們講的就是 好像跟我這個 我有關係 那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什麼樣的人一直 什麼樣類型的人 一直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覺得別人都不了解我啊 然後覺得自己很累啊 然後不被重視 我們就可以去找出這個 最主要的這個 核心心念 試著去推論出來 那 如果說 他沒有辦法去 你沒有辦法去推論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個案去做這個練習 就是請他 想像一下 假如真的是真的 這個後果是什麼 也就是說 你可以問個案就是 欸對啊 那 如果同事們 都不願意幫你 是真的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案就會說 嗯 那他們 所以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人緣啊 沒有這個 我的人際關係不好 人緣不好 所以我們來說 其實 我們來這個 試著舉例子看看 比如說 這個 同事都不願意幫忙 那個案會覺得 就是 自己的人緣不好 那你可以再問 那 人緣不好呢 如果是真的 代表什麼意思 那 個案就會說 那 一定是 我 我做人 我們聽到很多 那個本土的部分 做人不好 做人不好 然後呢 當個案說 我做人不好 你問他說 那做人不好 表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我這個人不夠好 你這個人不夠好 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是真的話 就是我是有瑕疵的 這個人不夠好 各位可以就可以看出來 各位可以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對個案來說 因為我們核心系列是 描述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話 所以我们就帮那个个案去做一个转意 就是 我是 我们会让个案转意成这个信念 那就换言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个案常常带着一个 我有瑕疵的这个墨镜 然后去看这个世界 想想看 假设他常常会觉得 我有这个缺陷 我有瑕疵的话 他敢不敢跟别人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他敢不敢跟这个 其他人去说明自己所遇到的那些问题 很难 但是从这个经验里面 我们就找出到这个个案的这个核心的信念 那这个核心信念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想 那这个人 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什么样的人在早期的时候 或者是在从小到大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想我们从小出生到长大 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透过跟别人的互动来学习怎么看待自己 那他的父母亲 或者是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经验 为什么会让一个人 会觉得自己有瑕疵呢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再跟个案去讨论 就是说 那是什么原因 你觉得你会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个案可能就跟你开始去分享 他的这个早期的经验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这个个案呢 他的这些自动化想法背后呢 有一个中介的信念 就是只有被喜欢的人才可以被接受帮忙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用往下问的方式 那透过这个 比如说我的家印得不了解我 那什么原因 你觉得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用问说 用一个问句 假如 好 有些人会说代表什么意义 或者是意识都可以 就看个案能够理解的程度有多少 那我自己比较顺口的就是问意识 那通常我们会用这样的问句来问出这个 中介信念跟核心信念 那这个个案呢 他一直问下去就会觉得说 只有他有一个看见他有一个价值观 就是说只有被喜欢的人才可以被接受帮助 那各位可以在这个经验里面再去想想看 一个孩子从小到大 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情况之下 才会被喜欢 才会认为有被喜欢的人才会被接受帮助 所以可能这个孩子来说 他是不是一个 就可以我们可以用我们以前学到这些理论就去想 就是说他有不可能他从小到大 他就是一个比如说家中排行老二啊 比较容易被忽略 所以有很多时候他必须得自己独立自己处理 那可是他看到自己的哥哥或者是弟弟妹妹呢 比较会常常因为哥哥长大了嘛 就会帮助弟弟妹妹 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 所以他会不会发展出这样一个价值观或者是态度来 那这个地方就会回到就是当我们去收集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可以把它给这个灌联在一起 再继续问就是 同事都不愿意帮我的忙 那同事不愿意帮忙代表什么意思 就刚刚我说的 我是一个孤单的人 个案的回答 那家人都不了解我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那老板都不知道我有多累 老板无法了解你老累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被了解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 大家就可以从这样的问句里面 大家就可以开始去归纳出 其实个案怎么看待他自己啊 你觉得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人缘的人呢 或者是他其实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支持的人 所以从这个样的问句呢 就可以推论出 个案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 那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检视一下 就是 假如这个个案真的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人 那我们可以去想 回到刚刚我们 那个再讲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这个 把他跟这个认知的部分去做连结的话 那他的这个孤孤单单的这个特性啊 有没有符合他现在的那些诊断 他有没有觉得说 比如说我们想想看 过去的这个病理学的理论里面 心理病理学理论里面 有没有人提到孤单或者是这个 寂寞这件事情会不会跟其他的这个疾病有关系 那我们会知道其实有些时候 就这个 理论来说的话 理论来说的话 有些时候这个 有抑郁症呢 或者是思觉自强症都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这个早期的这个经验里面 孤单啊或者是这个 被这个排挤这件事情其实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把它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会尽可能的 把它去跟个案的诊断去做检合 假如个案推论出来是一个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被支持的人 那我就会想说 那这样被支持的人其实好像 或者是一个我是一个被爱的人 那如果他们问出来是我是一个被爱的人的话 那我们就会想说那 这种我是一个被爱的人 它有没有可能符合我刚刚看的那些诊断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想说 那是因为我刚刚问的问题不对呢 还是因为这个 收集到的资料的方向不对 让我这个没有办法去整合起来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会再调回去 回到原来这个上一层里面去看我到底 这个资料之间是否能够一致 那不一致的部分是因为我收集到的讯息不对了 还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个案的这个了解 我没有问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各位要 有一件事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个构念化的时候 一定要再跳回到原来的这个 上一层的资料去做一些配对 而不是问过了就算了 所以各位就会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 这种构念化基本上 概念化基本上它是一种动态的历程 它是动态的 所以呢 当我们 透过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会跳来跳去的 那跳来跳去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检合 那其实如果更好的话 你也可以邀请个案一起来想 就是 刚刚这个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 我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然后 跟你的这个 这个 生理上的这个 精神科的这个诊断里面 好像还蛮接近的 你觉得自己 同不同意这样的一个 连结这样子 那 其实对于个案来说 这个也是一种参与 让个案可以清楚知道就是 自己的这个 生理上或者是自己 对于想法上面的影响 到底怎么影响他自己看的人 像我们有些时候 在做这个 会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个案讲这样的一个假设 个案就说 原来 我是这样子看待我身边的人 难怪 我会常常会觉得自己好 哎 就是觉得自己很 心情很差 然后 觉得自己为什么常常不被了解 他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好 那 其实你从这个 恍然大悟的这个反应里面 你就会感受到 个案好像对自己有一些 嗯 比较多的这个 松懈了 就是 他比较能够体谅自己 原来是 遇到这些的困境 或者是 原来他能够 原来他能够比较谅解 就是说 我原来不是一个 这不是我的问题 或者是 这不是我 不能够解决的 原来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调整 所以 在这个部分 我是鼓励各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 试着跟你的 那个个案呢 去 当你在做这些固念话的时候 可以跟他分享 就是说 看到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甚至最好的话 就是把这个写下来 然后让个案可以看到他自己 怎么样 怎么样去形成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by bwd6 感谢观看